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以追求健康生活的女性为中心 豆浆正备受欢迎 豆浆富含一黄铜等有益肌肤的营养物质 作为健康食品受到了热捧 为了让顾客能够更多更方便地品尝到健康的豆浆 店里不仅出售豆浆类饮品 还开发了包括煎饼在内的各种各样的豆浆类甜点 这期我们来旅行呢 主持人们走出了台湾 来到了加拿大温哥华 爬上山顶当时宁乐了一下 会当明觉顶一览众山小的感受 让我们继续看一下吧 这个到了每逢这个假日的时候 人山人海 也不能说人山人海 非常多我们的这个市民呢 这个西班在这里这个给野餐啦 带在家里面的小虫子 来六六 对对对对 是非常好的地方 那你可不可以带我们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还有一个最棒的一个角度 可以看到很漂亮 对 前面有个地方浮望下去啊 可以看到一个像是整个峡谷一样的地方 我们过去看一下 对对对 我跟你说这里啊 叫做文化的感觉啊 这个叫做Bernabee Mountain 是 很多我们中国来的朋友呢 就看到这里就觉得说 有点跟这个长白山的天池啊 有几分雷同 真的 你看这样看下去真的好漂亮 哇 就从那边看下去了 然后山中间还有山栏 然后那个湖水 哇 这边是湖啊 这个是湖 不过这里唯一的呢就是有点冷 哇 山上三四处 现在山上啊 长白山又冷好冷 我们就不怕冷的 我今天就刚好这个搭配得非常的好 没有了 好了 这集《环球抢先看》 就要这样结束了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